今年的五月份开始,后院里总是能够见到有一种蓝头黑鸟在后院的几棵松树上飞来飞去 虽然心里曾经想过,这树上是不是会有鸟窝,但是还是不太敢相信 仔细观察,我实在看不出有座窝的迹象 但是经不出好奇心的趋势,我还真是搬了个梯子,想上去一探究竟 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有惊喜 在这个树的中心树干上,还真的有一个鸟窝,里面有五只小鸟 看着这些鲜活的生命,我不禁在想,你说小鸟的婴儿食品会是什么呢? 谁负责为它们吃食,是它的爸爸还是它们的妈妈? 在成鸟不在的情况下,如果有人类碰了它们的鸟窝,或者碰了它们的小鸟 它们会不会闻得出来? 还有鸟的爸爸妈妈会不会白头偕老? 它们什么时候睡觉? 晚上睡觉的时候,它们的爸爸妈妈会不会也住在同样的窝里? 当然,还有我最想知道的,就是这些小鸟还会在这待多长时间 才能够雨衣丰满,离巢而去 看它们一听见动静,就伸直了脖子等吃着的感觉 肯定都饿坏了,它们的父母怎么还不过来? 第二天一早,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小鸟们怎么样了? 你看,小宝宝们居然淘气地把两个瘦瘦的小腿伸在外面做体操 不过,我也惊奇地发现 昨天明明是鸟窝里有五只小鸟 今天怎么只有四张嘴了? 据说一般这样的蓝头黑鸟 一窝就生两到四个蛋 而这一窝,明显地它已经生了五个蛋 不知道是不是其中的个别幼鸟 体质比较弱,中间夭折了 真希望所有它的孩子都能够平平安安地长大 好像听懂了人话,你看它们居然都点头答应了 这是第三天的一早 你有没有发现,它们长得太快了 原来宽敞的鸟窝现在已经挤得满满的了 看着黑乎乎的一团 你说会不会又出现了五只鸟呢? 仔细看了一下,当然还是四只 蓝头黑鸟的幼鸟 在它羽翼还没有长成不能飞翔的时候 都是由它的爸爸妈妈共同 先来鸟食喂养它们的 它们的婴儿食品通常都是昆虫或者地上的蚯蚓 也难怪只有这种高蛋白的东西才能让它们快点长大 一般来说,母鸟复旦的时间大概是11到14天 幼鸟等它雨衣丰满可以飞翔 需要11到13天 它们的生物中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所以天黑了的时候一般就是它们睡觉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鸟的父母可不跟幼鸟挤在一个窝里 但它们不会飞远,一般就在附近休息 这种鸟算是一夫一妻制吧 因为直到其中的一个鸟死去 否则它们会终身死守 在它们高出飞翔的时候 很容易把它们跟乌鸦混合在一起 其实它们是不同的鸟 这种鸟的头部在阳光下 你能够明显地看到呈现荧光蓝色,非常漂亮 也有一些在阳光下会呈现棕色,紫色,蓝色的荧光 它们的眼睛有亮黄色的一圈 乌鸦就不同了 乌鸦浑身上下,从头到尾,包括眼睛,全部都是黑色的 在鸟的世界里,这种鸟也是最聪明的鸟儿之一 我们都知道乌鸦就已经很聪明了 但是它好像比乌鸦还要聪明些 这种鸟很容易适应有人类的环境 要不然它们也不敢在人的后院就搭上自己的鸟窝 即使是这样,它们还是怕人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后院活动 明明看到鸟的父母叼来了吃了东西 可是它们并不敢飞进鸟窝,而是在上面盘旋 别以为这时候它们只会干瞪眼地盘旋 这时候往往它们的同类都会蜂拥而至 在周围的树上飞来飞去,鸣叫着 这时候我们通常都知趣地躲开了 要不是这次鸟窝搭得离我们家后窗不太远 鸟喂食的这个情景还真的很难捕捉到 这些都是通过窗户拍到的 你看,这里鸟的父母不仅得喂食 而且还得帮着清理鸟粪 感情鸟的父母孩子们的吃喝拉撒睡 也全都得管 鸟的父母学来了吃的东西 在准备喂鸟食的时候 会站在这里观察周围有没有人的动静 鸟羹鸟,你站在这干什么 这几天,每天观察鸟的成长 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猜猜看今天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喷喷喷喷的,它们居然已经可以飞了 其实鸟的嗅觉是很差的 即使人碰过它的鸟窝或者窝里的小鸟 成鸟也不能够通过嗅觉判断人是否到达过这里 但是鸟的爸爸妈妈通常都不会离幼鸟太远 即使一个出去找吃的去了 另外一个也会在附近观察 一旦它们认为有危险 它们有可能提前放弃鸟窝 带着刚刚能够飞行的幼鸟离开这里 而那种提前离开鸟窝对于幼鸟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这时候的幼鸟鸟鱼还没有长丰满 所以根本无法适应长途飞行 看着飞嘟嘟跑呼呼的小家伙 也就飞了几十米就停下来飞不动了 饮巴巴的煮等着妈妈给喂好吃了 吃饱了可不能闲着 锻炼生存的技能非常的重要 争取把翅膀练着像爸爸妈妈一样的健壮 从今天开始 这里就已经是鸟去朝空了 真没想到这里还真干净 原来真怕在这里看到第五只消失了的小鸟的尸体 看来即使那只小鸟遇到了不测 也被鸟爸爸妈妈妥善安置了 这种鸟当他们失去了孩子的时候 他们也会不断的哀鸣 你看鸟宝宝还是很怀旧的 这不又飞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 不知道他是不是正在回忆几天前 还在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在这里等待 爸爸妈妈满载而归给大家分食 又过了三天 宝宝们已经消除了婴儿肥 正在长得越来越像他们的父母 希望他们的爸爸妈妈记得这里 明年还到这里来坐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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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